那在中文 客人要幫你翻盤回來 你叫你的油管來 中文男子在美食街大發飆 對著店員狂罵 男子氣到說要找主管 沒想到主管來了 他卻更得寸進尺了 男子要主管以雙語道歉 甚至還提出這個要求 就連男子家人都看不下去 趕快把他拉走 事發在台中一間新開的 購物中心美食街 男子怒氣沖沖 居然是為了一個糖館 店家主打一動兩吃 民眾可以自行在飯裡加湯 變成湯泡飯 但規定是取餐前 要先留下個人電話 用餐完畢也得自行歸還湯罐 男子疑似不滿要主動歸還這點 因此大鬧美食街 可能他有點反應錯誤 要先表明就是店家規定 然後再溝通 男子為了一個湯罐 點餐怒氣沖沖 飯沒吃成還鬧上網路 引發討論 記者黃翔富王 是函台中採訪報導